立将军 您看到我们现在这样一个训练法 还提到分散式执管 还提到恶物战争的实战经验 到底现在在干嘛呢 我跟你讲 国防部这次很多次在讲实话 只是用这些词 我们自己老百姓听不懂 我现在跟你讲 第一个他这个 如果这上面这一段 国防部说的训练那种 他按照这种顺序讲的话 根本就顺序又错了 入武训练完应该是专心训练 专心训练完才是驻地 驻地完以后才基地 基地完才联合训练 入武训练是交一个步枤 只是把一个男孩 当作一个步枪兵 他只会操作步枪而已 专心训练 譬如说你这个步枪兵 我分到你当机枪手 你教你机枪或炮兵 你去怎么样装炮 那七周时间我问你 如果说是 你被他被分到是飞在机 他会操作飞弹吗 或者是去负责 负责这个这个雷达兵 他会看雷达吗 七周够不够 这第一个我就质疑 第三个驻地训练是什么 驻地训练就是训练 他们一个大概 我们陆军在讲 简单讲就是一个连级的训练 一个连去作战 对不对 机枪步枪或者是迫极炮 可以联合在一起的作战 叫驻地训练 基地训练就一个营 对不对 跟火炮来配合 联合作战要跟海空军联合作战 那第二个我先问国防部 这个东西你有没有那么多基地 你有没有那么多 联训基地只有一个嘛 大家都知道恒尊嘛 联训基地只有一个基地 那你现在这么多个部队 你有没有办法去轮训 你这个基地的流路表 很难排得每个兵都进去轮训过了 第二个我特别要讲 现在比较严重 像董哥刚刚讲的 我觉得这个 兵一定要会带兵 第二个才是练兵 第三个会用兵 你现在来讲的话 你光讲练兵 对不对 你带兵你有没有钱交汇 我们这次义务训练 其实我很担心 其实国防部里面 我们国军里面那些基层干部很头痛 这义务议的士兵来怎么训练 你知道我们五年没有带过新兵了 这五年那些干部都已经退伍了 退伍离职的离职 升官的升官 然后没有带新兵的经验来讲的话 你等于是说叫这些 大班的幼稚园大班的小朋友 去教幼幼班的 那管教上面会出问题 年轻人在一起 他有情绪的问题 你怎么去弄 刚刚董哥讲的我知道 那就是情绪的问题 干部有没有 对这些心心有没有那种耐心 去情绪去管教 经验很重要 你这些都没做好的话 你很难去 后续来讲的话 你根本不要谈到用兵了 所以报告书写得漂漂亮亮 完完整整的 可是问题实际上怎么操作呢 就是因为这些 基层兵都不够 训练官都不够 现在这些词句 有些真的是 譬如说分散是指管 老百姓听不懂 我一听我就懂了 它是什么意思 你台湾是一个作战区 你一定是统一起指管 在恒山指挥所 陆海空 对不对 到包括外岛三个五个作战区 一定是联合在一起 因为敌人现在来讲的话 他不会说 只有从西部海岸来发展 东部海岸也有可能过来 对不是只有陆军 海军也会来 在这种状况下 一定是同一个指管系统 你为什么要叫分散指管 就是台湾一定被切断 所以因应台湾以后 作战来讲 各作战区 台湾除了说纵深浅 对不对 它只要一个地方登陆 北中南可能就被切断 这个意思我跟你讲 就叫做各作战区 自己独立作战 彼此无法相互支援 对 那他用这种名词 老百姓就不懂 邱国正部长他就在讲 他说其实当时 您刚刚提到的 裴洛西访台 他说那个时候其实 而且他这是国防报告书 里面证实都 说那时候 那个军演 其实除了 空中海上战机 军舰对之之外 还有包括海峡两岸飞弹 对彼此目标追踪锁定 网络系统反复的 对抗与防护 指的是当时解放军 在军演的时候 其实已经有 两边的飞弹对准彼此 那个时候没说 怎么现在在提这个呢 这个就是 当然我认同 邱部长所做的事情 我们今天一定要 内辞外章 我们自己本身 军方自己内部 要保持高度的警戒态度 但是我们不要去影响民心 毕竟台湾来讲 不管经济民众的生活 我们不希望说在这方面 造成民众恐慌害怕 但是我们自己军队 所以部长其实他的用心良苦 他不愿意那个 但是我们自己要提高警戒 今天我们国防部的报告书里面 讲得很清楚 对不对 其实中共对我们台湾手段 这是很现实的问题 他们叫什么 就先摊后登 我一定先把你摊坏掉以后 我再开始实施登陆 他现在两边的飞弹互描 他解放军还有一个名字 还有几句话 他叫做 机不离地 让我们飞机离不了地面 舰不离港 我们运舰离不了军港 所以你不要一天到来说 我们台湾 我们自己讲说 我们雄山飞弹 什么很厉害 我瞄准了对方 对方港口 对方没有飞在 对准我们的左营军港 对不对 如果说真的一旦 双方这种武力交接的话 我们甚至于说 我们自己的 这个左营军港的军舰 还有没有机会到 这个东海岸那边 苏博去去苏博 我们的战绩 有没有机会在起飞 其实都是 但我不敢讲说 一定没机会 也不能说 太长中共的志气 然后灭我们自己 国军的威风 我自己本身是军人 可是这是 所谓料理要从宽 这个对敌人来讲 他这种东西 你要尊重 他确实是有这种武器 他确实是有这种能力 他不只是 飞弹最美的你们 他的战机 他的这种 军舰的导弹 对不对 其实都有这个能力 对我们来实施 他所谓要求要做到的 先摊后登 先把你参缓掉 只管通勤 然后让你的 机不离地 舰不离港 他都做得到 说到加强国防 现在我们来看看 国防部端出了什么呢 首先国防部告诉我们 说一年期 义务役要采八周 入伍训练 加上四十四周 部队实务训练 前者是参照 美国等国家的 训练精神的 有涉及训练 还有战斗教练等等 那么此外呢 国防报告书 还有提到了 国军建军规划原则 还有一个 分散式指管 那大家就好奇说 跟俄乌战争 是不是有关啊 结果呢 国防部的 这个人员就回应 确实参考 俄乌战实战的经验 强化武器装备 在战场上的存活率 以及灵活指挥等等 好 所以当然一听到 俄乌战争 我们现在也要学习 要借尽了 大家怕不怕 当然怕 所以国财办发言人就说 你看你台湾 八千万美元 军事融资贷款 美国首次来提供 但是蔡政府 国防预算创新高 武器越买越多 债台越逐越高 台湾同胞 越来越不安 不是这样吗 真的大家有感觉 更安心更安全 还是更加感觉到 兵凶战危的恐惧感呢 董哥 对啊 其实因为讲到这一方面 等于说在选举之前 都会变很敏感 那去年国民党有个口号 就是说 票投民进党青年上战场 结果这个口号 那时候也遭到我们金方 或民进党执政当局 很多反对 可是选举结束了以后 不就宣布了 我们的兵役要延长吗 大家记得吗 那我们兵役 适各一遍一连 其实今年年底 很多人可能就要收到兵单 因为明年就要开始执行 那对很多家庭来讲 那个冲击很大 对 因为现在小孩都是一个 家里都是生一个或两个 是啦 所以你看那个陆战队 那个中卫 他 因为他上 等于说他自杀 你看他爸爸都很悲愤 自己去自焚 各位朋友 1995跟1925一定要打 就是有人会关心你 千万不要轻易自杀 可是你可以看到 家长憋愤到这种地步 那你会发现 我们现在 所有讲的这些问题 其实对台湾最大的就是 我们没有人 小孩生得少 你没有听两天前忙 有在讲 说我当总统 多了一万五千个 出生了英俄 蔡英文当了总统 这少了多少 少了 现在少了七万左右 我们上半年六万六千人 那可以预判今年大概 出生人口大概只有十三万 本来二十万变十三万 人到哪里去 所以他的问题在这里 那也可以看到 明年的国防预算 边内大家也有看过 我们自焰役都要少这么多人 十个营业 我们有多少兵力 我们现在兵力大概十七万 简单可以讲 我们兵力大概十七万 就是不管自焰后那个加起来 那你要少十个营业还得了 对啊 对不对 你买再好的武器也没用啊 对 所以我们说今天要怎么训练 我告诉你 越训练下去当兵的人越少 对不对 就是以前当兵还可以 越不敢去了 对 越不敢去 超成这样 对不对 那可以看到 其实我们这些 当然是对外在讲 那我们现在有这些措施 当然是美国要求 那美国要求 像我那天跟 蔡政委员委员在我们节目上 他就讲到 我们整个热山的雷达 我说 没错啊 这个雷达站 对美国来讲很重要 可以到昆仑山 可以到长白山 去监视人家 那可是现在 有没有什么大的用途 没有什么用途 因为 因为它里面的核心 我们的人不能进去 只有美国人可以进去 所以美国人觉得有用啊 那个才是重点 是给他用 我们花400多亿 买来给他用 我们自己不能进去 放在我们台湾的热山 那天底下有这种事情吗 民进党就会做出这种事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 全校克菲尔艺生剧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 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 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 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 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 全校克菲尔艺生菌 我才认识了 这个克菲尔艺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艺生菌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 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 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艺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艺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